我這是前幾天剛好去拜訪 這些傳統在作鄉的 台灣這個自鄉的文化 他們真的喊冤 然後他給我看一張 就是在環保署 現在已經撤掉了 一個可能是簡報裡面的一頁 全民改變 全民改變這邊提到 減少燒還有集中燒 最後是不燒 然後這裡面 最後還有一個推行瘋爐 網路普渡 所以真的有瘋爐這件事情嗎 有 然後這個是 下面你注意看 行政院環保署的LOGO在上面 所以其實民間普遍老百姓 或者這一些相關的信仰的人 他們認為說 到底政府的目的是什麼 陰謀論就出來了 你到底要做什麼 你是要撿鄉還是滅鄉 到底是什麼要說清楚 而不是說我要上凱道了 你又出來否認了 在之前的時候 大家這是在政府的公開的 官方網站裡面 他們都當落下來了 結果他們在上凱道之前 才會看這被拿掉了 當然你說燒金子 然後點香 這數量到一個階段以後 對空氣的 也就會造成汙染 但是我覺得要去宣導 而且你要讓人家心服口服 我們在這邊也講過了 你是不停的火力發電在燒煤 增加做這麼多的PM2.5 燒這些相對來看 廟宇裡面點那些香燒這些精子 然後污染大概只有1% 你的大概只幾十分之一而已 而且第二個 你不要事後才講說 我什麼時候說過要滅香 什麼時候說要把這些乳 全部都封閉 你雖然沒有 我告訴你 你蔡英文你可以講沒有 但是百姓在看你政府的時候 是看你這一體的 台南市民政局發了公文 7月14號的公文 裡面明明講到就是說 要宣導以新香擊敗 然後雙手和史成新擊敗 然後最後他要做到什麼 要做到林燃燒 你要怎麼 這個林燃燒是什麼意思 那就不准點香 不准燒金子銀子 才叫林燃燒 你怎麼能夠去怪這些官廟 說這些廟 這些道官 這些事 你怎麼能夠怪他們不緊張 他們當然會緊張 這裡面有沒有一些什麼 經濟利益的問題 附近賣香的這些店 大家是不是要共生跟廟宇裡面 這是另外一回事 純粹我們就事論事來講 的確你政府給人家印象 就是你最終就是要不准人家 這個香爐裡面不准燒香 不准燒金子銀子 是這樣子的